秦始皇被黑了足足两千多年暴君的形象也被贴了足足两千多年 真实的秦始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湖北的一个古墓中出土的秦代竹简还原了历史上秦始皇的真实形象 竹简中提到每个参军的人家里都得留一个男丁照顾母亲 身高在一米三以下的可以不用参军 每年二月份不允许进山不猎杀害幼鸟右手 这不就是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吗 竹简中还提到如果你在服妖艺的时候迟到三五天 就会进行口头的批评 如果迟到六到十天的话就会罚款一面盾牌的钱 迟到十天以上就要罚款一套盔甲的钱 最重要的一条是后面这句谁语出信 他的意思是如果遇到下雨天耽误形成了可以免除任何刑罚 而这和当年陈胜武广打着伐无盗珠抱琴的起义事实相违背 并且这份勤简中还清楚记录了劳工修筑长城是有工钱的 一天八钱 而这八钱按照当年秦国官方量条计算一两钱就可以买到四斤肃穆 八两钱完全可以养家糊口还有富裕 而关于民间流传的一个最大的传言梦将女哭长城的故事 其实这个黑秦始皇的故事和秦始皇根本扯不上没有半毛钱关系 因为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出次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 里面讲了七国一个大将军起两死后 他的妻子就在路边哭丧 到了西汉时期文史馆流向撰写战国测试 就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加入了妻子哭成的情节说是 妻子为了怀念死去的丈夫眼泪流得把一座城池都淹没了 再到唐朝一个诗人写了一首童贤记 他直接把大将军起凉无名无姓的妻子叫成有名有姓的梦将女 并将哭成的背景放在了秦始皇修筑长城上 说梦将女的丈夫修长城累死后 他伤心的哭泣泪水把长城都哭塌起来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秦始皇有多冤了 这个梦将女哭长城的故事只是一代一代的文人默克为了黑秦始皇天言加醋的结果 秦始皇当年的丰崩伟纪不仅是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 他还修筑了至今都还在用的郑伯渠造福百姓 修筑了当年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面八方的高速公路秦始皇 这种路面就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皆是杂草不胜 当年修筑长城完全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去年考古专家从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颗秦勇的头部 最终通过特殊的药水把他本来的颜色保留了下来 他脸颊白皙嘴唇红润 眼睛通过工匠精细雕饰上色显得炯炯有神 如此真人版的兵勇让专家们感叹真怕他突然张嘴说起话 其实所有的兵马俑刚下葬时都是这种五颜六色的 如果秦始皇当年真的是暴君 他完全可以效法他的老祖宗那样采用人训的方式 这种按照真人比例大小采用泥土去制作的陪葬品 可否想到秦始皇仁慈的一面 都知道秦始皇的地宫至今都保存完整 同为被盗木贼成功盗卷 秦始皇的地宫根据史记的描述 专家们制作了三地的复原土 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回两千多年前 去感受一下地宫中宏伟壮观的景象 感谢观看